大家好 然后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预训练语言模型方面的内容 对就是这部分的整体的目录 然后首先的话我们会讲一下这个语言模型的知识 然后是预训练语言模型整体的一个分类 然后我们会集中的去讲 现在效果最好的也是最主流的一类 基于fantuning的一些这个预训练语言模型 在BIRT之后的话 其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BIRT 那在BIRT之后还有很多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我们也会简要的介绍一下 那在这个预训练语言模型中 这个MaskonModel其实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在一些多语言以及跨模态的场景下 也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最后的话我们会讲一下 就是预训练语言模型 它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发展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outline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首先去讲一下这个语言模型 那这个预训练语言模型 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 它就是对语言模型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首先会看一下这个语言模型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这个语言模型 其实语言模型它定义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给定一句话 我们会去预测这个给定前面的词 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 是词表中的哪一个word或者哪一个token 然后这个把它formulate一下的话 其实是会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概率 就是我们给定一到万件一个词 去预测下一个词的概率 比如说这里面给了一个例子 那这个证求答案应该是这个learn 这样的话是语言模型的基本的一个任务 语言模型它的形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它其实是一个最基础 并且最重要的这个NLP中的一个任务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语言模型 它的形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它其实是一个最基础 并且最重要的这个NLP中的一个任务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包含 就是我们要完成一个好的语言模型 其实它这个模型需要学习到很多的知识 来辅助这个语言的理解 比如说它需要学习一些这个语言知识 一些这个句法呀 以及词法的一些知识 以及一些其他的事实知识 比如说那个它要生成一个 符合事实的一个文本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对语言模型的要求 其实是比较高的 然后其实这种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的 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它只需要这种纯文本的信息 就可以训练起来 它不需要更多的人工的标注 这也是语言模型 为什么它非常基础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语言模型 它在学习好之后的话 其实它不光可以完成这种 给定前面的词 去完成后面词 这样的一个补充 其实它也可以很好地 被迁移到各种各样的 NLP的应用任务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它认为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任务 那其实发展到现在的话 历史上发展过 出现过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 语言模型 最早的是这个World Factor 这种磁像量的语言模型 后面的话会出现基于 循环神经网络的一些语训练 那到最近的话 就是基于一些Transformer的语训练 我们会大概看一下 这个发展的迈路 最早的话其实是 这个World Factor 其实在这个比较早的 在这个Transformer的语训练之前的话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NLP模型 它的输入都是 这个磁像量作为输入 那这个磁像量 其实它作为一种语言模型的话 最早是由这个Vangel提出 就是说我们根据前面的 这个1到N件一个词 或者是一个窗口 然后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 根据一个MLP去预测下一个词 那其实World Factor的话 它最大的这个贡献 就是把这个过程变得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高效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短时间内 过大量的语料 来取集一个比较好的 语训练的词像量 这样它就可以作为这个 Sile任务 各种NLP模型的一个输入 这个是基于World Factor的 这样的一个语言模型 然后再往后的话 其实我们会 这个有循环神经网络 一种更强的语言模型 它基本的这个形式的话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这里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然后其实针对这种 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也有相应的语训练的工作 只不过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它的可能模型上线 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其实它的语训练模型 并没有取得像 除了像Almo这样的模型之外 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 这个效果 其实在最近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1990年以来 这个基于GPT 或者World这样的语训练模型 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它的基础的话 其实就是基于Transformer的语言模型 这个我们之前大概也讲过 所以这样是一个语言模型 发展的脉络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种语言模型 它都在这个大规模语料上 可以进行非常这种 廉价义得的语训练 可以得到一个好的 语训练语言模型 来辅助各种的下游任务 请不吝点赞订阅